中城车站 卡尔加里东南部的愿景 开发商Cantana Investments有限公司提出的中城车站项目 旨在改造卡尔加里东南部约14公顷的土地 该项目场地位于Glamour Trail South以南 Macloud Trail S以东 它将接管目前被称为Fisher Park的地方 其中包括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发的商业仓库和零售空间 市政府官员称中城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 一旦建成 预计可容纳约10875人 该项目预计将创造7000多套住房和至少2800个就业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 10%的住房单元将被归类为经济试用房 该计划包括24栋建筑 从一层到42层不等 将是住宅和商业空间的混合体 该计划还包括建造一个2400平方英尺的社区娱乐中心 Arcadis IBI集团表示 该项目将耗时约25年完成 中城车站项目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创建一个填充LRT轻轨交通车站 开发商已承诺为该电站提供资金并进行建设 如果没有它 新建筑的上限将为6层 但有了车站 最高建筑高度可以达到45层 市政府工作人员估计该车站将耗资5000万美元 由开发商支付 虽然是议会已经投票决定推进该项目 但该项目需要对该地区的重新分区进行二读和三读 此外 城市和开发商之间需要就填充市City Rain站达成单独协议